大家好 我觉得正手连续主要还是第一个比于站位 然后可能用正手的习惯性 右脚在后面可能 这个是一般正手连续性比较好的人会习惯的步伐 所以说最主要还是一个站位为主 另外一个还是这种连续性的步伐 才能保证这种正手拉这种能有稳定的连续性 对你动了心的你好 首先你要对乒乓球动了心才能汇报你 你的正手拉球像拉夹转 然后如何体会手指手腕的发力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能够控制身体 包括胳膊这种大臂这种情况下 才去更多的去寻找手腕手指这种小细节吧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初学者 还是这种一般学生 我觉得更主要还是要在大范围上 大动物上要能够保持一致 然后才去更深的去寻找一些手腕手指的力 这种瞬间发力的 还是多加练习吧 然后多去摩擦 其实每个人的感情都不一定都是一致的 但最主要还是接触球时要有一定的摩擦感觉吧 官员测鞋你也玩测鞋什么测鞋 我觉得就跟你切菜差不多吧 会不会切菜我也不知道 其实主要的击球点还是比较关键吧 如果是最好能够在这种 红圈的这种起点 手腕一起的时候能够去切 然后板形呢最好是稍微立一点 其实跟切菜这种板形差不多 刀形差不多 肯定的手腕 肯定是非常就不容易